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赛后点评站 我是丽婷 我是马辉 这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的马匹 当然就是9月6号 还有9月8号这两天的参赛马匹 不过9月6号这一天 我相信对于本地的马迷来说 真的是一大惊喜 因为我们的冠军骑士 莫雷拉缔造了世界记录 对 一生人看到一个世界记录诞生 真的是难忘的 非常感动 因为以前的世界记录就是戴图里的 对 一天赛事出7场赛事 赢了7场 赢了7场 百分百 但是莫雷拉呢 一天9场赛事 因为一场是让棒骑士赛 他没办法撤骑 结果他八匹的坐骑 全部都大获全胜 所以这个世界记录 我相信要很长时间才有破的 应该很难 上次戴图里赢的时候 1996年到现在17年时间 你看十多年了才被打破 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星期五真的很兴奋 因为在本地有这个世界记录诞生 而且我相信莫雷拉本身 她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记得大概在第五场投马的时候 我们的主持人访问她 她说还不完美 对 我觉得她真的是这句话觉得讲得很好 特别是最后真的是完美落寞的时候 因为她觉得五场冠军 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我还有三场赛事 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表现 为什么叫完美呢 所以她最后真的是做出一个完美的句号 所以她对完美的定义很高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的做人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在马场 你真的是要靠这些运气 所以她的运可以说那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最后一匹马 基本上应该是输的 对 看起来应该是落了一点点的法勒地 对 但是最后就是给她一点点的运气 帮助她成就这个世界记录诞生 所以真的希望莫雷拉能够继续有很好的演出 不过说完这个人之后 当然说到这个马匹 有些时候我们常说那些年轻的马匹 当他们第一次跑这第四级的赛事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除非他们已经有在第四级的赛事 有了一场的作战经验 我现在发现很多马匹都是这样子 第一次去到第四级的时候 通常第一场赛事 我已经是很多时候说小心 很容易输的 但是经过那场之后 再来到那场他们就很有信心了 没错 我们今天有选择两匹马 就是一个是马鲁先生 另外一个就是艾伦 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在第四级的赛事第一次跑的时候落选 但是第二次就赢马 先看看这匹马鲁先生的走势 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 先看这个中距离的马鲁先生 他就是在上一场赛事 输给这个博运气 后上不及 但是这场赛事就不同了 我们来看看这场赛事的那个影片 马鲁先生就是黄色彩衣的 这个有格子的那匹 他一向以来 那个前数都不是太快的 不过这场赛事呢 就是因为他上次有这个第四级的那个经验 竟然跟得不错 当然这场赛事呢 莫连纳也吸取那个上次的树的经验 所以这场赛事呢 他不敢落后的太远 前面就是让那些机位不算太高的 什么注意啊 闪亮舞台啊 在前面领出来一点点 然后呢 第三名的那匹马呢 就是这匹独一无二 都是一式冷门的马匹 他就跟在这一群马的后面 现在就是在马群的第九位 这匹马 因为他必须在前端的那个速度呢 比较慢的情况 让马匹可以稳定的那个步运 然后在支撑的时候才发力 所以幸好这场赛事的那个速度不是太快 因为前面的注意是一匹很冷的马匹 他的实力也不是太强 所以就造成这场赛事的前数的不是太快 莫连纳在这里呢 就走去内南位置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觉得如果落大圈的话呢 对马匹的冲刺呢会有影响 他转到直层的时候才斜斜的走出外面 这个通常就是跑这个后上马匹必须要跑的跑法 那在这里呢你看 马匹的反应呢 就是因为他上一次赛事输给伯运气冲上来 后上不急 有那场赛事的经验 所以他懂得什么时候发力 因为马匹也是在这个赛事来学习的 上次他觉得要这里冲 现在再同样的冲一次呢 他就明白不要慢下来 好了看看这个走围系统在前面透出来的就有这批冷门的注意 那这场赛事呢另外一批被说看好的就是这个好季节 因为他联姻了两回 结果在这场赛事呢依然是在第四级的赛事作战 原本好季节在中间的位置也是先透出来的 那冷不防呢外面杀上一匹后冲能力非常强的这个马怒先生 结果在决胜地带呢就压倒了这批好季节 另外呢还有一匹薄沙利诺 你看在这个紫程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匹注意在前面 这时候其实他也是有些许的这个放缓了 领出大概是半个马位而已 后面冲上来的这个马匹呢就有斗士啊 然后是好季节先出头 到外栏上来还有一匹薄沙利诺 不过最终呢后冲能力更加强的马怒先生 就一连越过了这两匹马 在这场赛事呢就帮助莫雷拉再下一程 所以我发现啊长一点的赛事的马匹呢 就多一点的那个赛事的磨练 但是都是需要在这个第四级呢先跑一场赛事 是刚刚也说了除了这匹马怒先生 另外一匹就是艾伦 艾伦呢曾经是一出即胜 后来呢在这个第四级的赛事 演出就比较差劲一点点 但是有了那么一次的这个作战经验之后呢 今天的一场赛事啊 他再次挑战第四级呢就立刻赢马了 短途就不用那么多的赛事 所以他第二场赛事输了 第三场赛事就可以克服这个第四级 我们来看看艾伦 在那场短途赛事的演出怎么样 艾伦这件彩衣呢 就是经常用人名做马名的这件彩衣了 黄色彩衣波点的那个马匹 这匹马的前数呢 在意向以来都不是太慢的 所以很快呢就跟在第四位 在前面领放呢就是同样 第一次在第四级跑的三岁马 龙威 他输给艾伦就是因为少了一场 在第四级的赛事 所以这匹龙威今天输给艾伦 下一场赛事呢 我相信龙威的机会就高很多 同样在这场赛事 也有另外一匹大人们的三岁马 天地宽 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第四级跑 他跟的不错的 现在龙威跟这个天地宽 第一次在第四级跑的三岁马 在前面第一第二位 但是两匹马就是缺乏那个第四级的经验 最后结果就给这匹黄色彩衣波点的这个艾伦 现在莫蕾伦把他拉到外面去 在支撑大概200公尺的时候呢 天地宽首先利弱 但是现在很多人以为龙威可以赢了 因为他同样也是年轻马嘛 但是就是因为多一场的那个第四级的那个比赛经验 最后的冲进来说呢 艾伦就比这个龙威强很多 也是证明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论据是成立的 好了看看这个走围系统 在前面两匹马透出来的一匹是龙威 另外一匹呢则是天地宽 这两匹呢都是首次尝试第四级赛事的这个三岁马匹 这时候看到外面冲上来黄色彩衣的呢就是这个艾伦 艾伦最后阶段的这个冲刺呢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强劲 守在内蓝的这个龙威 原本先透出一点点 但是呢艾伦从大外蓝的位置冲上来呢 是压倒了这匹龙威 你看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艾伦本来途中也是有些许的这个受阻的现象 当这骑士莫蕾拉把他拉到外蓝的位置一放空啊 可以说是马匹的这个走势呢是相当的这个强劲 在旺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看得出这匹艾伦的出角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力的 所以可见这匹马在这个第四级 有了一次的这个作战经验之后 今天再跑第四级组合呢 就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也好 在这个展示圈也好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一些现象 总结一个那个理论 这些理论当然没有百分百的 但是最少帮助你对一些马匹的认识比较好 是因为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外的这个事件发生 对当然有马赛马没有百分百的 对但至少给你做一些参考 对多数是这样子我们就要留意一点 是不过刚好我们也说了 这匹艾伦赢了之后就是帮助莫蕾拉赢得的第五场投马 接下去他往后就一直没有停过 一直不断的赢嘛 这个世界纪录的镜头我们应该是再看一次的吧 当然一年看八匹马是如何赢出来 对我们来看看莫蕾拉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纪录 看到正好人在前面带出一点点 但是学术之星一发力地把他赶过了 大外南上来那匹龙哨的走势也不错 外面上来还有一匹金高手 中间就是皇上驾到 四匹马就机会比较高 现在前面还是这个学术之星都这匹龙哨 学术之星的走势没有龙哨那么好 金高手的冲进更强 金高手在后面追上来 然后大外南还有一匹马送上来就是八人先生 但是金高手应该首先越过重点 金高手赢马第二名就是龙哨 冲斗这匹汉克斯 汉克斯的身形很大的 所以很快就摆脱这匹温萨捷了 在后面上来的马品也是距离蛮远的 大外南上来那匹就是这个暴凤雨 然后后一点看到有这个暗涌 不过距离这个汉克斯的三四个马位了 现在暴凤雨已经很稳定的在前面领出三个马位 在追趟就是这匹新印鱼 然后后一点上来还有这匹就是圈套 但是过重点的时候呢 汉克斯顺利赢马第二名很接近 不过应该是这个 现在看莫连拉怎么把杰晋生发挥他的后镜呢 杰晋生追这匹亚区 跟着是净突在后面 再来就是线河神圣 花木兰冲不起来了 前面杰晋生已经越过野亚区了 杰晋生应该顺利赢这场冠军了 亚区能不能第二名呢 就看看净突上来跟线河神圣 大外南的这匹花木兰也算上来了 前面这个杰晋生赢了五个马位了 可以排队授权 第二名呢就是冷门的波涛顺涌压倒 内篮在外篮上来的是好季节 薄沙利诺 还有这匹电后的依然是马努先生 好了在这个职程的时候呢 注意这时候在前面透出了有一个马位 看看这些后上马匹了 这时候看到后冲能力很强的就是好季节 好季节在中间的位置上来 马努先生在大外篮 旁边还有一匹薄沙利诺 好了这时候马努先生的冲刺也是很强 马努先生 马努先生还有婆沙利诺 以及这个好季节 马努先生莫雷拉 四战后职程的时候呢 看到龙威已经在前面先透出 有大概一个多马位了 看看有没有其他后上马匹赶得上来 跟着最接近的呢 就有这匹天地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宝马生呢夹在两匹马的中间 跟着大外篮上来呢 有追我不及啊 然后金毛鞠 还有这个艾伦则是在最外篮的这个位置 艾伦的冲刺也是很强啊 艾伦还有金毛鞠 内篮一匹龙威 三匹马很接近啊 就这前面领放的马匹 还是大概有五个多马位的 好了这时候转入直城的时候呢 看到就是神圣帝国在前面领放 这时候财运来了 财运这匹托中邦的马匹 在大外篮位置呢 跟神圣帝国两匹马在斗 但是呢这匹财运的走势还算是很好 虽然说托得蛮重的 那两匹马真的是短兵相接了 这匹神圣帝国被挤在内篮的这个位置 好了财运帮助莫雷拉再下一城了 跑第二名 这匹就是莫雷拉的温拿飞人 悄悄地从外篮的位置上来了 在这直城的时候呢 守在内篮的就是这匹多帅气 这时候呢他已经是抢得了领放 中间上来还有一匹东方安琪 大外篮上来的呢就是这个琴趣 还有温拿飞人啊 这时候呢看看温拿飞人的这个走势 也是非常的强劲了 温拿飞人啊 已经是越过这匹东方安琪 两匹马很接近啊 温拿飞人 莫雷拉真的是地造奇迹了 那太平盛世还是在前面透出来 然后守在内篮的这个马匹呢 就有这个罪犯 另外是这匹 抗奋心在中间的位置冲刺 尝试要赶上来 看看莫雷拉这匹法勒地 在大外篮的这个位置冲刺 走势也是不错的 不过这时候呢 太平盛世还是顶住一点点 另外就是抗奋心 法勒地在大外篮位置 看看赶不赶得及 抗奋心这个手已经 透出有一个马位 法勒地 法勒地在 是相当的这个精彩 莫雷拉赢的这八匹嘛 首先包括第一场有竞高手啊 然后就汉克斯 接着有杰金神 马努先生 艾伦 财运温拿菲人和法勒地 尤其是最后两场的 温拿菲人跟法勒地 真的是赢得 让我们难以置信 我的血压的高很多 真的精彩 大部分的马匹都是后上 刚刚赢一点点 所以你看莫雷拉奇 这些后上马匹 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这位骑士呢 能在新加坡呢 多跑几年的赛马 让我们更兴奋 对 因为如果他不在的话 我相信妈咪也是会很难过的 对 好啦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星期五的裁判报告又有哪一些 那星期五呢 就有三场一号亚趣 被捧成热门 但最后又流鼻血了 跟着就是三场五号的 仙特神针 同样是流鼻血的 再来有八场八号双浮 左前提的提铁脱落 另外九场七号对对碰 左前提提铁脱落 接着我们总结 星期五这两匹马一匹是马鲁先生 骑得相当的出色 相信他升级呢都不会怕 另外就是艾伦 他的初赛的经验多了 帮助自然会很大 好了 我们聊过了 星期五的赛事 也看过了莫莉拉精湛的演出 我们先稍坐休息 稍后回来继续锁定 三后点评站